釜山士兵团体赛已经结束 国拼队员目前正在积极备战新加坡大满关赛事 随着央视体育曝光出更多的幕后视频 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更多有趣的釜山镜头 马龙在半决赛输给了李尚珠 国拼以1比2落后韩国男团 后面两场比赛 樊振东和王楚清赢了 樊振东独得2分 王楚清完成救赎 而马龙则非常自责 即使球队赢了 龙队在接下来的一天里 一直都是表情严肃 直到决赛赢了法国队员高辞 他内心才真正的释怀了 我们看到他在赛场上 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 那就是他释放压力的方式 赛后 王后主动给马龙捏肩 大家都看得出来 马龙难受了一天 也终于完成了自我救赎 颁奖典礼前 樊振东搭着龙队肩膀 斗龙队开心 马龙终于笑了 这种镜头很暖心 强如马龙 也需要比赛胜利来 证明自己 何况国拼其他人 所以 王一笛在女团决赛中失利 他自己是最难受的 我们无需去指责他 王一笛当时排在世界女单第二 马龙让他出战 也没有问题 希望他输球后 能好好总结 新加坡大满观赛事 再证明自己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